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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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于江湖十年的狐狸春秋 夜于江湖十年的狐狸春秋 无人问 一阵荒凉 几缕圆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他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英雄遍地 他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明天 昨天晚上 你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昨天不是我的班啊 我喝酒去了 我可以找人坐上 小茶壶呢 嗯 我回来的时候他刚走 说是到老宅去了 你有什么事找他 行了行了行了 出去 二少爷 出去 乔小姐 生气有什么用啊 还是身体要紧 吃点东西吧 我也不是生气 我是着急 我把所有的钱都用上了 而且我还欠了债 不就是几支枪吗 谁再不行 我给你想办法 你想办法 什么办法 广州四周到处都是军队 弄几支枪应该不难吧 好啊 那我倒看看你的本事了 那行啊 现在你就把它给吃下去 我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看治了半天还是一样的 你啊 还是改行别当医生了吧 我们要去哪啊 带你回家好不好 我不回家 你不要送我回家 你不要送我回家好不好 我不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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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发生 我一定要给陈会长陈孝和说一声 要不然他一定会对我有想法 那你早去早回啊 回来还要给我搬家呢 好啊 我一定找一间金屋子 把你这个美娇娘藏起来 得了吧 还金屋藏娇呢 你买枪还不得向我借钱呢 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要死啊 拿假枪来吓我 这可不是一把假枪啊 这是一把能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 我用这把金钥匙打开财富之门之后 我可是财员滚滚呢 我可以把我的财分给你一半 我才不信呢 你不相信 阿弟 会在他们还在查 原来将家的东西都搬出来了 才发现已经被人翻过一遍 手下人说是亚历山大动作 亚历山大 那你叫手下的人 仔仔细细地翻一遍 好 好了 我先走了 等我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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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叔 怎么样 刚夫人 我把脉的水平有限 不过现在看来 你这个病啊 打针吃药不管用 只能慢慢的静养 不过从这个脉象来看 现在好像是 还是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建峰 你不是说 他肚里怀着孩子吗 现在胎儿气息微弱 你说是保胎还是不保 要是不保的话 舍孩子保娘 要保胎 做我娘的可能有生命危险 现在这个时候 可得拿个主意 这 这我可拿不了主意 这是云飞少爷 才能拿主意的事 我说小长虎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里不是他的酒呆之地 我 我知道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不成 为了保险起见 我找个大夫去吧 哦 哦 肖子云马上回来了 你想过没有 后面怎么办 还真等着 被高云飞金屋藏娇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你不是最了解你兄弟的吗 要不 你就是个软蛋 当然不会放过你 还是 等你兄弟不在的时候 找机会来吞眼石吧 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 男人做到你这份上 也真够潇洒的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杀了高云飞 整天想着杀人 你就这点本事 是何方强盗 脑子冻到你高老板头上了 这件事情 我看和罗家肯定有关系 罗家不会这么蠢吧 罗家的蠢事干多了 不过这次 让他得手了 我倒是没预防 还得好好地反省反省 那 查出了什么蛛丝马迹了吗 惭愧啊 手下都是一帮废物 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就你们两家的恩怨来说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捉贼捉赃 高老板总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啊 否则就是我堂兄出面 也是于事无补啊 你放心 我来呢 就是通报一声 不过我这次损失的东西非同小可呀 本来就是捉襟见肘 现在软肋上又给人插了一刀 不过他们手法干净利落 我倒是佩服得很 是啊 损失如此重大 换了谁都会慌了手脚的 唯独高老板这么沉着冷静 我陈某心里也是很佩服的呀 好 这样吧 我动用道上所有的关系 帮你查出这批枪支 好 那我先告辞了 不送了 多谢陈老板替我出了一口恶气 待来日 我报了杀父之仇 一定死心塌地地为陈老板效力 当你呀 是为了牵制高云飞的野心 可是为此 我的商团是颜面扫地呀 这怎么可能呢 枪支从高云飞手里 转移到吴岳白那里 对您来说 不过是从左手换到右手 这样一来 既牵制了高云飞 又得了吴岳白这员大将 这正是我佩服陈老板的地方 要办大事 不讲究点进退自如怎么行啊 对了 你马上去找吴岳白 提醒他 这批枪可不是白捞的 是 那小子怎么样 说得都快掉裤子了 这两天我忙 让他再逍遥两天 把人给我看好了 到时候再说 是 走 走 我本来真是不想瞒着邱燕动用这批枪的 原因有两点 一是邱燕的父亲临死前有遗讯 不让我们搞商团队 第二点 邱燕最近和军校的那个沈小姐走得很近 我是不想看到 让那帮外来的人 白白捡了我们的便宜 是 这也是陈老板赞叹你用心良苦的地方 你告诉你们陈老板 我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打算 我会让我儿竟非 以训练新兵的名义 在滇军的军营附近找一块空地 然后以你的手下为辅佐 按照到手的枪支数量 训练一支我们的队伍 这样安排最好了 陈老板他一定会满意的 至于队伍嘛 当然是我们的 你们陈老板满意了 我却要担多大的风险啊 情况就是这样 除了打开后门之外 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 只是 那批枪支怎么又丢了 实在是有些蹊跷 只要不是高云飞 他自己拿回去的 这我就放心了 乔小姐 我看你还是一定要小心呢 我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一个够男人 开心的女人而已 对了 这个高云飞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他肯定要买一批新货 到时候他这个资金 一定会周转不开 我看他一定会有求于你 他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我也表示支持 只是我想问罗小姐 我们是可以对他下手呢 还是继续让他遭受损失 他的枪虽然丢了 可是他这个玉兰瓷装 却还没有动摇 如果他想翻身 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罗小姐的意思是 继续借钱给他欲擒故纵 吴叔叔 您是怎么看呀 我当然是要看着他们彻底破产了 秋燕啊 你现在是庄主了 大主意自己拿 我在这儿只是多一句嘴 乔小姐 我们庄主给你的提醒没有错 你自己要格外小心 如果你有什么差错的话 那我们给高云飞的那些高利贷 就都打水漂了 不会 我会让他欠我们的 加倍的偿还给我们 对了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高云飞说 他还藏着一笔重要的财富 什么财富 他说话的样子倒像是真的 而且给我看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把左轮手枪 手枪 他说 那个财富的秘密 就在那把枪的身上 只是他这个人怪怪的 有时候 开玩笑也像是真的 我看不像 他既然这么信任你 应该不会跟你开这样的玩笑 这样 你回去找夏小茶壶 他呀 他已经不太可能了 他被高云飞打得半死 现在高云飞对他的信任 已经大不如前了 好啊 秋元 如果这样的话 看来你的反间计有奇效了 那高云飞有没有把他打残了 伤得重不重 秋元 我 我其实就是担心 他把我们的事情给坏了 乔小姐 回去的时候帮我烧一句话 告诉小茶壶 一定要帮我查到这支枪的秘密 好的 那 我先告辞了 二少爷 你告诉你的手下 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生长 是 瞧瞧这个手卷 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 女人用的东西 跟你没关系 一个朋友送的 难道那一间是他 难道那一间是他 你在找什么 我的手卷不知道掉哪去了 如果你需要手卷的话 你要多少 我给你买多少 不行 他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终于找到他了 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 我还以为你放在哪个 仰慕你的男人身上了呢 宫云飞 你等我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把身子都给了你 还帮你填满那个 你想要的枪支库 你就这样的取笑我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我心里烦嘛 你烦什么 我的军火丢 我现在不得不筹钱 再去买军火了 你呀 这是缺钱的时候想到我 你还说对了 我还正想让你帮我的忙 帮我筹筹一万大洋 一万大洋 你帮我卖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我怎么会把你给卖了呢 你可是和风泰做大生意的 一万大洋对你来说 什么都不是 但对我来说很重要 如果你这次帮我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好 那 我就再接你一次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放心 只要我的财富到手 我一定给你加倍奉还 高云飞啊 我真的觉得你是世界上最现实 最讨厌的人 你堂堂一个玉兰的老板 就像我这样的女子借钱 哎呀 这还不够 竟然还一次次的跑到我这儿来 我看你 等你老婆回来 怎么向她交代 你还提醒我了 今天小茶壶要接紫芸出来 我得去盯一下 来 帅才 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呀 没有 我告诉你 你别在这儿偷偷摸摸的 你要想知道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是没有 来 来 哎呦高少爷啊好久不见了 这来得早呢不如来得巧 我这儿来了一批新人 有个南洋妹啊 这修吹得比阿娇还好呢 哎 哎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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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还有人在红市有招少侠 乖 乖 二少爷不是 二少爷没有 方方我要找小茶狐他人呢 我儿子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小茶狐从小跟我一起打 你长大 我请你给他带句话把我老婆赶紧送回来 我被我老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哎 你你是说我儿子跟你老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他最近神志不清交友不慎 我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这是我给他的工钱 这是我给他买的创伤药 出什么事了 我儿子受伤了吗 他倒没受什么伤 只是我觉得他管我和肖子云的事情管得太多了 你告诉他 我在找他 大夫 到底怎么样了 孩子很危险啊 如果就这样把孩子保住 生下来多半也是畸形 这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大烟对人体的危害很大的 我看呢 还是做流产比较好 我看呢 把高太太先送回家去吧 刚才高云飞找你都找到洪秀招了 这是为他好啊 走 这钱借还是不借啊 叔叔的意思呢 哼 这很简单 那就要看高云飞那一大笔财富存在哪儿了 这个我倒是有把握 他说的是真话 只是一时到不了手 好 那我拍板 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找一帮人来为我们挣钱 这也是好事嘛 这个乔小姐还真是不容易啊 为刘玉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就会钻牛角尖 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何况血浓于水呀 对了 叔叔 你看我们给高云飞的钱 风险有多大 至于风险嘛 那就要看乔小姐她自身的能力了 好 好 好 你 我 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乔小姐 好多老客都在追问您的下落 您不来就连那个吴老板也很少到咱们这儿来了 谢谢你的牵挂 吴老板不来让你丢了不少好处 乔小姐 你兄弟找到了吗 涨身价了 你真的敢确定吗 我就是不敢确定 我是隐约听到高云飞让顾先生盯着谁 可是具体盯谁我是真的没听见 不过那个房子里 现在就剩下乔小姐一个人了 我们已经准备发传了 从跪在这里得到消息 赶紧第一时间过来通报你们 鸿燕啊 钱都付了 你看怎么办呢 要不要我来出手 先把钱抢回来 然后再救人 等等 鸿燕 就乔小姐虽然容易 可是这个高云飞 一定会抓着这个枪不放的 到时候 小茶壶就藏不住了 我看 倒不如我们狠一狠心 仇燕 你为了小茶壶 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那我们就眼睁着看着乔小姐死啊 钱是要不回来了 如果想要救乔小姐的话 倒是有另一个办法 你现在快点回慈庄 最好让高云海知道这件事情 你满意了吗 满意 我对你从来没有不满意过 那你怎么报答我呢 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 我想请你吃顿饭 那你山珍海味见多了 我想请你出去玩一下 但灯红酒绿的事情 你也见多了 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 我就知道 你一旦好处到手了 就忘了回报 算了 就等我眼睛瞎了 可是我没说我不报答你啊 那你就兑现你的诺言 那你就兑现你的诺言 我对你有诺言吗 金屋藏交的诺言呢 我可不像在人家眼皮底下争风吃醋 趁你老婆没回来之前 赶紧给我找个住处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地方 收拾完了 太太 都收拾好了 我们走吧 我没有请 太太 我知道你很高云飞 但是你现在怀着她的孩子 小孩子是无辜的 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 孩子出生的话 你会是个好妈妈 而且 她会给你带来很多快乐的 为了这个孩子 我们回家好不好 来 慢点 怎么啊 你呀 跟着回去啊 我担心太太的病 这个女孩子是嫁错了人 还好 有你这么细心的照顾她 真是幸运啊 是啊 我想啊 我们更幸运 虽然赚点小钱 但是想干嘛就干嘛 挺乐呵的 比起她们 比起她们那些人来啊 你争我夺的强多了 可有的人根本没她的事 还想方设法呢 把火坑里跳 坤叔你说我呢 放心吧 我呀 我会回宝之灵的 我还要给你学武功的 对了 你还没叫我打枪呢 臭小子 我要把本事交给你了 你还不得乱拳打死老师傅啊 我 走吧 走吧 我啊 我不会忘恩负义的 走了啊 走吧 大师爷 你说乔老板去祠堂干嘛 什么 我说二少爷 带着乔老板去祠堂了 你能确定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会跟你开玩笑啊 这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儿有人住吗 没什么人住 那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我就想让你看看 因为这里面比较有意思 了 你喜欢这儿 我们不得了 但是我们不得了 对了 不要 我爱你 我爱你 不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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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的错误 没吃没喝的关上十几天 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原来 这是你们家做家法 动规矩的地方啊 但是这个地方的规矩我变了一下 现在它用来惩罚所有背叛我 以及背叛高家的人 我想 我不会有这个荣幸的 我要是惩罚了你 就是惩罚我自己 这儿怎么有这么干净的一张床啊 是啊 因为有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女人在这里住过 她在这儿住过的日子让她终生难忘 萧紫芸 没错 是萧紫芸 她在这儿住了很久 但你没这个机会了 没这个机会才好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参观参观 我不喜欢这儿 你想要干什么 这个地方相当的安静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从来不会随便开玩笑的 可是 这是你们家祠堂啊 正因为这是我们家祠堂 我才觉得特别刺激 来 太太 来 小心啊 太太 你别担心了 这里是你家 我和安安都会陪你的 安安 带太太上去吧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怎么这么眼熟啊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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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看去 没人要是吧 没人要 我小茶户就要了 我小茶户就要了 怎么这么眼熟啊 乔齐的箱子 我问你 那枪的事还没查出什么来 没有 好像那条手绢有点奇怪 难道是狐仙偷的 肯定是那个女贼 所以老爷故意吻着她 你看不出都是假戏真做吗 假戏真做 好 这里又冷又暗的 我真不喜欢这里 我们走吧 你干嘛这么着急走啊 那你还想怎样 今天我才发现 你的脚长得很漂亮 漂亮 看来是你老婆的脚没得摸 看别的女人的脚都好看吧 但你脚上有茧子 你走了多少路脚上有这么多茧子 是啊 做买买嘛 不跑路哪来钱赚呢 我们走吧 我给你洗个脚吧 我给你洗个脚吧 你真的疯了 让我打一喷水 认认真真真地给你洗个脚 在这儿等着 求谁 那我给你洗了 看你洗个脚 男kek 你这人不在脚 你这人不在乱 你开 prow了 你丛逼的 你才啊 我去洗个脚 你这人不在乱 你那么匆匆忙忙地干什么去 阿弟啊 听说你回来了 我怕你有什么麻烦 我回自己家有麻烦吗 倒是我在外面的时候 听说家里有点麻烦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呀 阿弟 阿弟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整天忙着训练商团那事 实在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了 怪不得你满头大汗的 大哥 你该补补你的肾了 阿 二弟 你 你怎么自己端水啊 周园 等一下 大哥 这盆水还必须我亲自端 因为这盆水非常特别 如果不小心溅出一滴两滴了 那后果很严重 阿弟 乔 乔老板 你知道乔老板在这儿 我 我不知道 我 我听说你带乔老板过来 我 我就是过来看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让你什么都知道 因为你是我大哥 是玉兰堂的一分子 拿着 今天我让你好好地知道 乔老板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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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看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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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来了 我 我 你是熟人 难怪我大哥在外面哭死哭活的 要亲自给你洗这个脚呢 不用不用 这种事情 怎么能劳教大少爷呢 还是我自己来的 乔老板这话就不对了 我大哥在广州也算是说一不二的人 他现在为你洗个脚 你还说不愿意 那就是不给他面子了 你很喜欢你 你很喜欢我 你很喜欢我 你很喜欢的 那一年 还很久 那一年 淡了乡愁 那一年 残路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总总愈愈欢休 那一杯 怨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休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的湖水难受 仿佛下的海淌依旧 到不尽的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湖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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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